我准备了小视频 就是我拍过的小作品 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为爱值得改变 咋样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感觉就是 没让你说话 让专业人点评呢 灭头的那个影视公司大 那个文昊哥 你顺便也点评一下 杨荣说这个挺好的 到底好不好 都挺好 对 所以说这个 看得出啊 就是首先呢 就是刘洋确实是在 这个行业里面呢 扎扎实实的 肯定是做过六七年 七八年的 对 但其实我倒觉得呢 就是刘洋他很有可能 之前跟的这些项目啊 基本都是网大级别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去你那儿 做影视类的导演 还够歌吗 不够啊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片段 是你一个人承载了 多少的功能 比如说是从拍 从写剧本到拍摄到解写 全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不 这个是有固定的剧本 找到了我来拍这个戏 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是 因为对于我们 每个企业来讲 那招一个人进来之后 比如说我们招了你之后 还得需要再给你配一堆人 所以其实主要跟的是 你是否自己能够 独立承载采 对 然后 一个人全部完成了 对 因为现在所有的摄像的制片之后 全是自己一个独立完成的主推奥 所以为什么他们工资高 自媒体是这样 自媒体是这样 为什么年薪高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自己独立完成了 从写脚本以及拍摄到后期剪辑 甚至包装全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导演是个光感自立 所以是否是 所以你说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请了你之后 是否还要再给你配一个 整个的团队 才能够独立完成一个片子 必须的 好 谢谢 对于比较外行的这种评论 我一般都是无视的 不可能一个人又拍又倒 又演又剪辑又后期 这个是不现实的 其实是这样 我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网络剧的 这个效果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作品 还是挺不错的 为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有冲突 有矛盾 然后有内容 并且能够让大家愿意看下去 我觉得所以从网络剧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还是能看得出来有功底的 因为现在其实 因为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形式嘛 就有了很多平台以后 他们都需要一些 就是跟以往的传统的表达方式 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所以它这个作品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过做 这个网剧的一些基础的 不行 在网络的播出平台上面呢 就是单从制作这个水准来讲的话吧 其实应该也是比较终极 甚至偏中下集体 余总 对 毕竟他也只是一个 新手指标签 一万以上的一个导演 如果他是十万以上导演 可能你说是顶级水平的 但毕竟只是一个 来到我们台上 只要一万块钱 我觉得这个水平可以了 由于对专业的这个领悟 实在是花费的时间太少了 就已经进入了 直接进入了食草阶段 导致呢 可能他在很多需要去 专业高度的这样的执行上面 他不会有特别好的表现 来 我们进入职场 你认为项目决策 是应该服从个别领导 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一般情况下 不会赞同少数服从多数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真理 你刚才说 你很反对少数服从多数 显然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想突破形式 来寻求最终正确答案的人 但是你怎么知道 那是正确的呢 两个 还是你会坚持自我 我 首先我要是 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我会坚持自我 我如果不知道 正确答案的话 我也不会苟同 那怎么办呢 我选择不参与 那总要有个结果 不是 特别简 你把这个问题理解成 你是导演 对吗 导演 制片人 还有投资人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你 现在如果 今天这个戏要决定了 你要减或不减 你是要服从 比如说是你的制片人 还是少数服从做出 让你的团队然后投票 你把这个理解 首先我一定会说 您最好是服从我 真的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你拿什么量 让制片人或投资人来服从你 我会跟他讲 我去这样讲的一个理由和想法 包括我跟他说 如果按我这样讲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但是 如果他不听 不听的话 我还是服从 我还是服从 服从领导 服从领导 我觉得看谁 真正地对这结果负责 他是投资人 或者说他是这个项目的 真正的核心利益者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听他的 企业里边常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叫什么呢 叫决策产生机制 决策的产生机制 总的来讲 就是谁承担的责任 越重 谁越承担这个责任的决策权 就像我们投资 投资的时候 为什么大股东做决定 因为失败的时候 他损失也是最大的 所以说这跟责任有关 那是你的决策机制问题 所以他的回答没有毛病 关键是他说在决策的时候 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拍板的人 所以如果说他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拍板的人决定之后 他必须服从 没错 这是不是 服天下大事 谋之贵重 律之贵详 断之贵毒 行之贵利 谋之贵重 当我们在决策穿谋的时候 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人 我们在一起来讨论 大家充分地把它说清楚 但是我们在决策的时候 断之一定要独断 否则的话拍不了板 最后行之贵利 所以他回答问题没问题